浙江杭州亚运开幕前 包括科威特王储 叙利亚总统等人接连抵达 叙利亚总统夫妇 甚至搭乘中国国航的飞机 到杭州硝山机场 建交67年来呢 中旭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 两国的友谊历久弥显 今天我们将共同宣布 建立终续战略伙伴关系 这将成为两国关系史上 既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在亚运周六开幕前会面 由于叙利亚是最早和大陆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之一 也是当年大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国之一 叙利亚希望打破外交孤立 重返国际社会 并寻求和大陆的经贸合作 另外南韩总理韩德朱也出席 杭州亚运的开幕式 并和习近平会面 这是继去年11月巴厘岛G20峰会后 南韩高层再次和习近平会面 主要是要牵制近期大陆和北韩 转去密切的关系 TVBS新闻李伟华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